大家好 欢迎来到有图有真相的左荣写真馆 我是左荣 今天我们左荣写真馆 想要配合一下时事 谈一下最近台北原三大饭店发生的 同龙断裂事件的前世 今生与未来 2003年的6月22日 当大家正忙着吃粽子啦 立即蛋啦 过端午节的时候 从1956年就开始陈列在原三大饭店金龙厅前方的喷水龙 由于正上方的八卦型天井木板 因为重铸而掉落 正好碰到下方的龙 造成龙头还有龙的右前爪断裂 理论上这个掉落的木板重量并不重啊 那么为什么会造成同柱的喷水龙伸手分离呢 台湾社会也遇到这种千载难逢的事情 怎么可以轻易放过 不久之后除了通信软体上面的酸民谣言满天飞之外 特别是媒体与命理师更是急着跳出来展现自己的专业 有的就说这个是凶项 候选人可能会被斩首 有的说选举可能会因此暂停 有的说要赶快修复 然后呢折集日开光 拜托 圆山大饭店又不是庙 喷水龙也不是神明 要开什么光啦 其实在这个当中最让我叹为观止的预言 是有一位长辈高人说 直接判定某个特定的候选人他会落选 原因是什么 因为这一条三爪龙的龙爪 而这位候选人呢 他的生肖正好是属鸡 鸡也是三爪 所以天忆告诉他不用选了 恐怖哦 有些事情意外不见得是坏事 趁这个机会多来了解这条龙 也没有什么不好 在事件发生之后呢 圆山大饭店马上就找了 师范大学的文物保存维护研究发展中心的博士群 这些专家进行质谱分析 来了解喷水龙的材质 经过仪器的检定与材质的分析 确定这条龙是用黄铜打造 但也很意外的发现 不管是龙头或是龙爪 在断裂处的内部 居然有一段是生铁材质充填 而不是全部都是黄铜 先了解完铜龙的DNA 到了两天之后的6月24日 日本时代台湾雕科史的专家 东京大学的博士林牧慧可 以及家学渊源的雕塑家 蒲浩铭老师也开始进场共同会刊 蒲老师在之后的修复过程当中 他非常惊讶地发现 这一条喷水龙早在1956年被移到4年的时候 因为造井上的需要 整条龙已经被切成4段 龙参的部分则是用岩石分段造井充填 好让这只龙看起来更大只 而且从那个时期到现在 由断面的粘接材质来看 有水泥 有粘灼剂 所以之前至少已经断裂过两次了 这就是任意进行龙参增大树之后的结果 而且当时也没有采取正统的 以同接同的龙接工法 难怪轻轻的外力就能够让它断裂 总而言之 在蒲老师的团队与原山大饭店的工程部的努力之下 用一周的时间将喷水龙修复完成 同时也在7月6日召开了记者会 对社会大众报告第一阶段修复完成的消息 但是这一条超过百年的龙 它的来历是什么 百年前的样貌与现在又有什么不同呢 这一条喷水龙铸造完成的时间是1919年 在历年的《台湾神社制》这本书里面 都可以见到青铜制龙灯喷水器 以及捐献者管野洪六的字样 原先这个铜龙喷水器是被安置在影像中的神社外院 在中央主要参拜道路的一旁 如果用空照图来比对的话 你可以发现就在目前原山大饭店入口牌楼的右后方的位置上 从神社外院这张影像当中可以明显看到巨大的石灯笼 鸟居后方的守水射 还有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主角 就是位于画面左方的铜龙喷水器 普老师在修复铜龙的时候不断赞叹这一座喷水器 不仅是他使用了进步的拖腊铸造工法 也因为这个工法才能够表现出雕塑品的细节 纹理以及龙形的肌肉张力 不愧是出自于当时工艺大师斋藤敬美之手 这一座原本是一体铸造成型的龙 在1956年杨卓成建筑师在建造金龙厅工程期间 被移到了现在的位置 为了景观上面的需要也遭到结成四段重新配置 龙身也被涂上了金色 后来在1987年更干脆就贴上金箔 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还相信前面我们节目一开头 所提到的媒体还有命理师 他们所说的风水八卦之说 那我也只能说 这一条龙就算是有风水这件事情 那早在1956年也已经被破坏光了 原本在神社外院的铜龙喷水器 只要在户外放置三个月 就会开始产生氧化的现象 我们可以从考证上册之后的影像清楚看到 出现接近黑色 以及出现铜绿的模样 绝对不是目前金光闪闪 五颜六色的样子 请帮帮忙好吗 我这种颜色跟我朋友都不一样 我会被排挤耶 好 除了表面的颜色之外 古今的喷水器 还有四个明显被整形过的现象 第一个 龙头与龙身的角度 原先的龙是朝向天空 一飞冲天 迫云而出的设计理念 而现在则是被转成45度的姿势 拜托啦 请帮我扶正可以吗 第二个 原本在铜龙的右爪上的龙珠不见了 我现在两手空空 请把龙珠还给我啦 第三个 龙须的方向应该整个是往后 而不是往前 拜托 龙须往前是要怎么一飞冲天啦 风阻系数也太高了吧 第四个 龙脚的长度明显变短了 现在的脚是我原来的脚吗 我的脚是拿去做成龙脚伞的吗 看到这里 难怪原山大饭店的主管 会在事情发生的前两天晚上 被铜龙入梦说 我不想在这副身体里 这个入梦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原本原山的高层也不以为意 没想到过两天就发生了段落的事件 这个是巧合还是灵验 总而言之 趁这个机会 让社会大众有机会多了解到 这一条龙的遭遇跟真相也是好事 我个人是没有宗教信仰的 但是我相信天地万物都有灵气 尤其是像喷水龙这样超过百年的公义谷物 这就像西乡龙圣终生所信奉的座右铭 敬天爱人的态度一样 对于天地万物 我们都应该保持一个崇敬尊重的态度 接着我们就来谈一下 这座铜龙喷水器的供奉者 管野洪六 管野先生在日本时代早期就来到新竹 之后他到台北发展 先是在台北设立了竹乃家这个料亭 然后慢慢地扩大他的事业版图 在草山也开设了巴温泉旅馆 1910年在Jitousha 也就是汽车刚刚开始普及化的时代 管野就秀到了商机 引进了自动车 成立了Tomoe 8自动车商会 专门经营中程还有远程的亥雅 也就是高级里车的生意 随后又开始经营 往返台北跟草山之间的公共汽车 这一条行经台北圆山北投草山的黄金观光路线 也是当时许多人毕业旅行的回忆 在现在影像中看到的就是台南第二高等女学校 在明治桥与台湾神社前的鸟居前方的合影 而他们的后方就是巴自动车的巴士 因此管野红六呢 他也被称为台湾自动车的原主 管野红六的巴自动车商会 分别设立在台北市的延平南路 以及影像中由李火针所拍摄的 新北投车站的旁边 他最后还在现在的延平南路 汉口街口附近开设了他台北一条边 观光事业王国的登峰之座巴会馆 我们可以从李火针的作品当中看到巴会馆的屋顶 好像是巴黎的红墨坊的风车一般的造型 如果我们近距离来看 更可以感受到现代主义的建筑外观 以及灿烂夺目的霓虹灯夜景 事业如此成功的管野红六 就如同我们今天一样 也会想要答谢上天对他的眷顾 因此在1919年就请当年人在台湾的齋藤敬美大师 为他打造一座铜龙喷水器 献给台湾神社 答谢神明 这就好比我们今天功成名就之后 捐献一条龙柱或者是一座金炉给寺庙一样 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因此这座铜龙也没有任何政治意涵可言 不需要强作解释 与其说龙与神社之间的关联度 其实在日本 龙与佛教的关联度还高于神道教 历史呢也就更悠久 奈良零三世有龙 而我们常去的东京前草世也有龙 而京都的灵迹中 贱人士更是一堆龙 在日本龙是佛教的护法 不具有天子的象征意义 而且请注意哦 您可以看到贱人士他的龙是五爪 而日本的寺庙神社里面的龙 随着传入日本时间的年代不同 有三爪有四爪有五爪各种不同的造型 这又再度推翻了那些所谓学者专家们说的 因为中国是天朝最棒最大 所以日本龙不敢用中国皇帝的五爪形象 他们的这种谬论 最后呢我也跟各位补充一点 即使是在中国 在汉帝国还有唐帝国时代的龙也是三爪 今天我们有图有真相的左龙写真馆 为您介绍了圆山大饭店的喷水龙的前世今生 希望未来能够早日重现百年前的工艺原貌 尊重工艺家的原创性 尽早还原这一条一飞冲天破云而出的龙的样貌 如果您也喜欢每隔周三晚上八点定期更新的 有图有真相日本时代历史 非常欢迎您按赞订阅分享 更多相关的介绍 请参考影片下方的连结资讯栏 那我们下次见啰 ではまたね